9號下午3點03分 中國發射愛因斯坦探偵衛星 順利進入軌道 回顧2023年 中國共發射67枚運載火箭 成功66枚 相當於平均每周至少一枚火箭發射 超越2022年記錄 其中有48枚火箭超過七成 是由航天科技集團發射 數據顯示光是12月就發射7次 是全年最密集的一個月 甚至比2022年同期還多一次 仔細看看衛星功能 12月26號發射的試驗24號C衛星 主要用於空間科學技術試驗 同天升空的 還有第57 58顆北斗導航衛星 目的是在阻往衛星故障時補位 降低北斗系統運行風險 另外12月15號發射的 搖桿41號衛星 則用於國土普查 環境治理等 根據官方說法 能為國民經濟建設提供資訊 而最新發射的愛因斯坦探偵衛星 屬於空間科學衛星 用於研究觀測 恆星活動 全新衛星成功飛天 中國網友留言一片全嗨翻 就在臺灣總統大選前夕 中共密集發射衛星 究竟是為了沖液機 還是受肌肉 恐怕只有中國官方最清楚 暫時新聞 柳橘宇報導